中華啦啦隊 又來了 頂著世界冠軍的光環 他們今天來到台北市政府前 為2015 光州市大運 聖火傳遞活動 熱情揭開序幕 而即將在7月3號 與韓國光州舉行的市大運 聖火從巴黎點燃後 終於在台北市大運 在今天傳到了台北市 由台北市長柯文哲 代表2017台北市大運 接引聖火 更將聖火傳遞給擔任第一位 火炬手的台灣超馬好手林毅潔 並且從台北市政府門口為起點 展開聖火繞行 雖然天公不作美 但交不惜火炬手們 傳遞聖火的熱情 隨著聖火傳遞 象徵兩年後的市大運 即將交棒台北市 當然要先為7月光州市大運的 台灣選手加油 更要全民動起來 用滿滿的活力迎接 2017台北市大運 市大運圓滿成功 臺北市大運 Freedom Sports在台北市政府採訪報導